你好 我是美影珍 随着手机的普及 民众早已习惯用它来记录身边发生的大小事 有些人会将所拍摄的画面放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分享或者发朋友圈 不过许多人并不知道 当拿起手机随手拍摄和录影时 如果使用不当的话 很可能会遭到法律兑付 而最近有两名部长也前后针对使用手机拍摄和录影 在国会会议里做出详细的讲解 我国内政部长拿督斯里寒沙赞努丁表示 民众使用手机拍照或者录影并不违法 但是如果民众拍摄或者直播警方执法的过程 就会妨碍警方履行职责 也会扰乱调查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 有关拍摄者可被视为抵触法令 另一方面 掌管国会及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旺中纳迪说 目前并没有任何条规禁止国人携带手机进入投票站 甚至在投票站内使用手机 无论如何选委会早前已劝告选民 不要使用手机拍摄选票 否则可以在选举犯罪法令下被提控 如今几乎人人都有一部手机 手机拍照脚与司空见惯 随意拍摄的画面或视频有时也能成为第一手证据的材料 有鉴于此 陆路交通局也鼓励民众使用ER1XJPJ应用程式 向有关当局举报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 谢谢收看 无视美珍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TF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